说弟子的障碍是最近十来天 做早晚课出现偶尔严重的昏沉 拜佛拜不下去 尤其是早晚课因为在一种昏沉和焦虑的心度过 所以有好几次都半途中断 这样的情景早刻出现了好几次 我以前很少昏沉 还有最近这些天 我天天牙疼 带着左头痛 吃药也不彻底好 一到晚上就饭一会儿 我早晨三点十五起床 三点半准时开始送整部无量寿经 然后再拜佛一小时 最后再按早课的程式 送无量寿经第六品 再加念佛 之前做的一直很好 您在过完年说拜佛从三百拜开始直至一千拜 我其实都有跟着做 因为那时拜佛时间多 所以早晨都没有送整部的无量寿经 都是拜佛后呢就做早课了 但是后来我总觉得不能送整部无量寿经 想缺少点什么 所以综合上班的时间和孩子上学的时间 就把早课改成送整部无量寿经开始 然后再加拜佛一小时 再做早课 一直做得很发喜 就是最近这十来天呢 感觉自己差劲了 内心很焦急 我不想这样 在佛菩萨面前也忏悔 但是呢 这个难关始终让我败下阵来 所以在自己努力无果的情况下 还是求助尊敬的定红法师给予开示 让我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我该怎样扭转局面 怎样突破障碍 您这个障碍 据我读你这个问题 就感觉到在于你心里焦急了 这个修道啊 我们的用心呢 一定要和缓 不能够焦急 欲速啊 则不打 因为啊 这是心法 我们做早晚课 我们的这些念佛拜佛的功课 就是为了修我们的心 怎么能够使我们的心得到清净平等 正确 我们就怎么做 不能够啊 在这个数量上 去刻意追求 导致自己压力很重 那么你越焦急 实际上越做不好 为什么呢 焦急就会上火 给这个身体造成压力 所以身体就会累 累了你当然就会困了 就会昏沉了 你越昏沉 那就越焦急 导致了 这种恶性循环 所以我劝你呢 把心和缓下来 如果是累了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 再起来 念佛拜佛 诵经都可以 你这个功课 已经很好了 你也很勇猛精进 早上三点十五分就起来 诵经拜佛 非常难得 但是呢 当我们的身体出现状况了 需要休息了 那我们就啊 安安心心的来休息 休息的时候 佛号也可以念 一直念到睡着 都没有关系 念佛法门 是一个让你很自在的法门 那法藏比丘 他就是跟世间自在王如来学的 那 这个名号也给我们显示 他的老师传给法藏比丘 这个法门 就是能让你在世间自在 念佛法门 真的比任何其他法门都自在 你念佛 随时随地都可以念 真正求往生 是你那个心啊 始终 意念阿弥陀佛 心里真有阿弥陀佛 你求愿往生的心是真的 不在你念佛多少 拜佛多少 诵经多少 那些形式啊 未必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重我们的心 要清静 清静 就不会有啊 怀疑 平等 就不会有 对立 你跟自己也会对立啊 你看你修 觉得哎呀不行了 这就对立了 越对立 你越解决不了问题 觉悟 就不迷 随时调整身心 三十七道评里面有七觉知 就是觉啊 觉了啊 昏沉的时候 我们怎么调 妄想多的时候 调局怎么调 总要让你的身心 很安适 这样你越学越发喜 所以我觉得除了早晚课之外 你可以多听一下经 宁愿我少读一部经 换成多听 一小事情 也可以 甚至你把拜佛和听经时间 合在一起 如果你工作忙 没有这样的专修时间 合在一起也行 听经同时也是拜佛 拜佛呢 耳朵里 专 专心的听讲 这样的一来 能够把沉浸心 拜出来 二来呢 你不会犯困 你不会昏沉 有的同修 听经啊 没多久就昏沉 你拜佛就绝对不会昏沉 所以要懂得调